可是確實知道的人不是那麼多 我相信作為三寶弟子 我相信大家心中應該深深都有此刻的感受 否則每個禮拜天早上一大早 像我們以前也是在家裡面就是睡大覺 難得嘛 對不對 放鬆說好聽一點 其實呢 我們白白的浪費了寶貴的生命 真的是寶貴的時光已經浪費了不少 所以當我們一旦能夠結束佛法以後 感受到佛法的這一個殊勝的地方的時候 然後我們真的是心中有一個很希望說 我們不敢說推廣 我們是希望說能夠跟大家能夠這麼多的人來分享 但是呢 說實在話 這一個有沒有跨進這個門檻之間 一念之間 其實這個距離是很大的 所以說呢 這個過程呢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簡單 那麼我們呢 也不要抱怨太高的期望 但是呢 最重要是問我們自己 師父每個禮拜都帶領我們念佛 放聲揮向功德 我們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個時候呢 是不是呢 師父在走在前面的時候呢 我們弟子呢 是不是呢 也要呢 隨時在車 復訪 復教 我們下午呢 我們下午呢 有既定的行程 或有重要的事情安排 那你就去忙 如果說沒有特別重要的事情 可以的話 方便的話 下午三點半 我們要請在諾瓦太耳房呢 我們大家來 來復訪 來復習父 學活以健康人生 甚至回去呢 有朋友 有親戚等等 好友 如果說 這個相約結伴 也來一起 聽聞佛法 也是很殊勝功德的一件事情 在此跟大家報告完畢 阿彌陀佛